马来西亚华人崇拜的神明众多 凡是有华人聚集的地方 供奉的神明总是多不胜俗 而在众多的神明当中 有些是早期从中国传入的各地神明 有些则是我国独有的乡土神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到访三间 具有地方特色的庙宇 一起了解这些历史悠久的本地神 以及大家较不熟悉的神明 我们现在就在吉隆坡的敦礼孝市路 跟这个半山巴老街上的交界处了 在这个密密麻麻的小巷里面 竟然有一间百年老庙 对 没错 当我来到这间庙的时候 我有一种身为马来西亚人 骄傲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里面供奉的神明 其实在生前 这位仁兄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人物 那现在我们供奉他 是属于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神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在这一间叫做仙寺师爷庙里面 有这一个人物在 没错 那这一个人物到底是谁呢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赵先生 赵先生也好 我们知道在这里 其实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的神像 对 就是我们的叶先生对不对 对 叶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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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叶雅来 说叶雅来呢 我们大家如果是有读历史书的话 都知道叶雅来呢 是以前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 我刚才就有看到说 这里其实有一百五十年这么长的历史 我想当初一设立这间庙的时候 是哪一年 1864年 赵先生庙第一间就是在福隆拉航去那边 他是1861年 他那边 所以那个是祖庙 祖庙 叶雅去世的时候也是 应该是1861年 就是那天 他就是跑去那边 我说他去世的那一年 然后在这个福隆的地方就有了这个庙这样子 所以直接就供奉这个甲碧丹 对 所以差不多三年之后呢 在这里也有一间属于他们的庙 甲碧丹耶雅来 就搬到吉隆坡来发展 然后就是跟着这师爷庙来这里 所谓的仙四师爷 其实就是指仙师爷 还有四师爷两位神奇 而仙四师爷公所祭祀的主神仙师爷呢 是甲碧丹宗明利 宗明利源自于广东惠州 是当年双西芙蓉矿区的领袖 并且还受当地土球封刺甲碧丹薰衔 据了解早在1859年 芙蓉两位尊长为了争夺开采锡矿的保护费 和抽税权呢 而引起争斗 当时甲碧丹圣明利啊 需要各方人才扶持 布下郑队长的刘仁光 则推荐叶雅来 圣明利获知叶雅来致勇双全 因此毫不犹豫地委任叶雅来为副队长啦 由于圣明利生前十悲为怀 叶雅来为了感念甲碧丹圣明利生前的恩惠 于是在他战死后 便尊他为正神 圣庙供奉 至于另一个主神四师爷 在民间呢 则是流传着两个不一样的说法 有些人呢 说四师爷呢 是甲碧丹叶雅来 布下之一的作战统帅钟来 有些人则说呢 四师爷其实是纸叶寺 其实啊不管是中来还是叶寺 都是当年立下不少汉马功劳的怀人领袖来的 而叶雅来呢 因为要感激还有感谢 将他与仙师爷同时供奉在庙里面啦 再加上啊 叶雅来对吉隆坡的早期开发建设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所以呢在他逝世之后呢 吉隆坡新四师爷公呢 也同时供奉业雅来咯 我们的神呢 不是说随便拜的 我们就是说这里要设计 设计去哪里呢 北京 北京那边 中国那边的清朝 那时还是清朝嘛 那王帝那边 有他批准的 哦 所以还是要给上十二期设计 当然了 要等多久才有证据啊 王帝批准嘛 他批准就是说 这个某人那是现实爷 这个就是世事爷 他批准了 然后才回来供奉他 意思说这个记录在北京也是一样的 有的 是有根据的啦 有根据的 那么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思想里面 本来对于已经去世的一些领导人 我们都有八个字可以作为 我们对他们崇拜的一个意义 就是从功报德 同时之间慎重追缘 所以一个有贡献人物 我们把他活在大家的心中 也就是说 圣明律本身之所以成神 除了是因为部下本身怀念他 对他崇拜 还有历史上的 这个中华文化的根据 就是死者必须转型成为一个永恒 活在大家心目中的人物 而这个人物又鼓舞大家的精神 我们曾经所说的神 所以这个先世世约信仰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郑大姐刚刚我们就有讲说 那个卡比丹圣明律 他其实就是我们叶亚来的恩师 对不对 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他就会用来供奉他 要纪念他的呢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的 在1861年 芙蓉那边就是发生了那个内战 内战 就是那个圣明律不幸被人暗算 所以他的头被砍掉了 但是流的是白血 不是红色的血 而是白色的血 就是代表是无辜的意思 就是亡死的 因为他就是好像是神了 因为当地人看到是白血 就是好像很惊讶 就当他是神 就把月儿来就把它安在那个 一个庙里面 对没有 就开始供奉他 我们今天谈到圣明律的时候 其实应该注意到他本身的真正的贡献 如果我们看1857年 这个马六甲三多庙的这个捐款碑上面 我们就发现到圣明律是领导整个卢谷和 这个双西芙蓉 就是今天的芙蓉 捐款的最主要的一个领导人 他当时捐了16大元 那么1860年的英国的一个调查团 曾经去参观过整个卢谷 他说颅谷当时的建设是超过了整个英国殖民地 或者说荷兰殖民地很多地区的建设 这个华人已经在当地建设一个有文化有文明的地区 今天我们说吉隆坡 其实如果不是颅谷在这个所谓的内战之中 雪流成河 那么吉隆坡之前颅谷早就已经建立一定规模 而叶尔莱后来作为吉隆坡的第三任驾币单 和重建吉隆坡 其实他是有经验的 这个经验就是当年他在圣明律手下的时候 所看到的颅谷的建设经验 然后叶尔莱后来资隆坡的时候 寻找那个状况 然后他就把他的恩师的香灰放在资隆坡 供奉 就是这里吗 就是这个面 1964年就在这边供奉 所以叶尔莱的恩师和叶尔莱最爱的下属 两个人一起被供奉这样 对 然后他自己离开了之后呢 我们人民就把他的这些神像也一起 再放在同一个地方里面这样子 只要说到孔子或者是文昌帝君 相信槟城的民众一点也不陌生 这是因为许多当地信众 从小就开始有了祭拜孔子和文昌的习惯 中国上文的历史具有北孔子 南文昌之说 所以人们就这样有了抹拜两个神明的习俗了 来喵里拜拜的每个人呢 都有着不同的愿望 都有着不同的目的 有的人呢 是来这边求平安的 有的人是来这里求这个婚姻 还有的人呢 求爱情啊 钱财啊 甚至有些人呢 是来求啊 就是在学校里面呢 可以金榜提名 真的咧 像我身边有一个造型师好友 他就是完全来到这一间庙 他讲他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都叫他拜这个孔子 说拜了之后学业会猛进 就完全在这一间庙了 那有些人呢 拜的是孔子 有些人拜的是文昌帝君 有人说文昌跟孔子一样 孔子又跟文昌一样 我觉得是不一样啦 博士你觉得呢 实际上的确 这是两个不同的信仰 首先文昌呢 它是作为北斗星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么后来呢 又发展出了所谓文昌星本身的信仰 他是讲什么呢 他是说这个神明呢 作为一个天上的心神 偶而呢 他本身呢也会在照顾和监察人间 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的工作就是保佑世间的世子 保佑世间的人才的读书 同时之间希望这些读书人做官 做人的时候能够呢 有价值观念 所以他同时也会处罚那些人 所以好像科举制度呢 他就会拜文昌星 孔子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 而这个历史人物 他已经被我们放到我们心里面 变成我们所有人共同地内化成为一个国家 民族 全球的一个世界文化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不管他是不是继续有 但是我们知道他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把对他的那个原来的形象重新投放出来 他就变成活在这个世界 指导着我们的一个历史人物 同时也变成了我们的共同的一个信仰中的神话 所以其实这样子看来呢 孔子好像是 他整个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模样 一个榜样 对 我们叫了自圣先知嘛 他就是所有人的老师 那我们就希望小孩子从小呢 就能够认识孔子 与他为榜样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新学年考取好成绩 课业一帆风顺 父母们都会到庙宇祭拜孔子还有文昌的时候 都会携带各种的祭品的 当中就包括了豆腐 青葱 青菜 青蒜 生菜 豆干 种子 还有就是毛笔等等的 我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有一些小孩子就是会带了像桌上的这些贡品来拜这个孔子 其实这些贡品我们都看过 可是呢 为什么会在这个孔子的神坛上面呢 对 出现 每一样东西都有个别的意义 对不对 对 如果广东人拜祖 我们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利用谐音 里面有芹菜嘛 肯嘛 芹菜 勤劳 勤劳 然后有通嘛 算 通 聪明 算 算计 算 就是懂得算 懂得计算 你要懂得计算 所以你看 中国传统的概念 理财很重要 但是你要聪明 要灵活 懂得应用 整个怎样把思想转动 最后呢 他说这样子的 你要有吸收能力 你要能够接纳别人 所以你要有豆腐一样的 人家广东人说豆腐脑 豆腐脑是什么意思 就是软绵绵的 要软绵绵的 能够关刮 能够纯白 就是 我要头脑不要太硬的意思 纯洁又能够吸收 又有用 可是倒刮 我真的是不知道 还有这个豆芽呢 对闽南人来说 他们这个语言里面 刮 倒刮就关了 读书最后科举时代是要能够当官 一当官的话 你就能够把你的所有理想 把你照顾更多人来完成 你孔子想要你照顾更多人的那种理想 所以就刀刮 然后甚至有些人 当时有豆干的时候又加上豆芽 为什么 豆芽其实是一种民间传说 也是闽南的民间传说 快快生芽 别快生 但是不要生 快快长大 长芽 就是长芽 因为你要学诗书 你要读书 你要有芽才能够读 除了这些个别郁郁的食物之外呢 祭拜孔子和文昌原来还有放上特殊的贡物 嘿嘿 没错 就是一支支的毛笔或铅笔 博士说 古人祭拜孔子和文昌都会戴毛笔 这是因为老一辈的人都认为 小孩自小抓毛笔长大以后必定当官 不过随着时间的改变呢 如今的人都改用铅笔 寓意着孩子在考场中能下笔如有神般的作答呢 可是哦 到底要携带用过的毛笔还是新的铅笔哦 嗯 博士他就说啊 一般的信众呢 都会将孩子在抓州仪式当中呢 所选用的这个毛笔呢 来妙语祭拜的 不过呢 随着这个抓州的习俗啊 渐渐啊 已经没落了啦 所以呢 如今大家都选择购买全新的铅笔 一起来拜拜咯 这里面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传统的这个异象教育的概念在里面了 对 你看小孩子如果你拿一本书叫它背书 那读书时代肯定要背书 但是读书的态度要怎样 这里面就告诉了他了 你读书态度要怎样 第一 你要有吸收能力 但是同时你要勤劳啊 同时你要聪明啊 然后同时你要有数目次观念 也有计算观念 然后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你读的清理 对 到最后 对啊 目标就是可能在科举上 也就是希望 其实科举它不是认为读书 读书时还是做人 但是做人如果你能够做官的话 把自己拿来服务人 把自己拿来承八和二八 把自己拿来服务更多人 所以它变成整个小孩子 你要教育它 他每次来到 他看到父母带这些产品 他自己就在下面爬 他变成在我们小孩子觉得好玩 同时又觉得能够听老人家 拿一些小东西来讲故事的过程之中 把整个教育打到了我们的身上 在华人的民俗信仰里头 有很多神明在这个传说中 都曾经帮忙过人民 还有社会 所以为了要答谢 还有纪念他们 这个信徒们就开始抹拜他 那希望得到庇佑 真的咧 讲一下 讲一下 好像我们普通上都知道的 有大肚公 大肚公 关妮妈等等 好像都是类似的由来的 对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都不是他们 我们要讲的是 换祖宫 法祖宫 没错 据我所知的 法祖宫是由三位 这个结拜兄弟而组成的 那里头就有红脸的 青脸的 还有黑脸的 可是在不同的地方 就比如在中国有一些地方 法祖宫其实是有五位兄弟的 是耶 所以说不同的地区 拜的方法不一样 版本就不一样 而且我还知道 法祖宫明明是在中国 福建 闽南一带的 对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又拜的 据我所知 在克兰一带 也是非常非常的文明的 而且在这里有一间 非常出名的神庙 它的特色就在于 它有蛇雕的 对 有很多蛇雕 很少见的 对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今天就是要来找黄师傅 走吧 为于雪兰而直落玻璃的天福宫 成立至今已有33年的历史 庙生建筑皆以蛇为装饰 非常特别精致 从当初的一间小庙 发展至今香火鼎盛的大型庙宇 天福宫每年都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 前来参拜 天福宫的构造呢 非常的独透的 庙宇的镇殿中央呢 供奉的是萧君二父 左侧呢 折树为张公圣君的 右侧呢 许鸿公三父 合称呢 法祖宫结拜三兄弟了 而且啊 踏入了天福宫啊 四处呢 都可以看见数之不尽的 各种精美蛇雕的 无论是屋顶 柱子 甚至是香炉 宫殿的里里外外 都盘旋着 栩栩如生的蛇形雕塑 我们现在呢 就身在巴生河边路 宾罗的这个 德洛布莱的天府宫啦 在我身边呢 就有黄师傅 黄师傅 你好 我想知道 就是一般上 我们拜的这个 你知道神明啊 什么都好 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一个由来 告诉我们 他怎样从成仙 然后怎样让大家都供奉 那这个画祖宫 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故事 有 有 他是来自中国石牛山的话 他是结拜兄弟 他一个是张 一个是萧 一个是萧 一个是红 大多数人家叫他是 称呼他是 华祖宫 比较多 华祖宫就 代表是三尊 所以是张红萧圣宫 就变成华祖宫的意思 那他们怎么样三个人 怎么样会得到这个名 华祖宫呢 这是他在中国的时候 救到很多百姓啊 他三岁就有灵通了 嗯 然后他就慢慢救人救人 就在这个石牛山得到 原来啊 天福宫之所以会以蛇作为装饰 主要是因为 所供奉的法祖宫 跟蛇有很大的关系 有关法祖宫 成神的民间传说非常多 而且每个地区呢 的说法都略有不同 当中最经典的说法是 在宋代的时期 中国永春州九龙坛庄的石牛洞中 有一条千年蛇妖 常常化成人形 到处害人 当地居民每年都得献出活人 来祭拜蛇妖 否则啊 就会发生水患 风灾导致民不聊生 当时啊 三名姓张 肖还有红的结拜兄弟呢 刚好就路过此地了 精通武艺的他们呢 就决定为民除害了 就在三人进入洞穴的时候啊 蛇妖巨扣一张 喷出一道黑烟 导致张大师兄的颜面变黑 肖二师兄呢 眼见大事不妙咯 于是呢 就决定拿斧头对蛇身乱屁 就在缠斗之中啊 就误伤了红三师弟的额头 而肖二师兄当下欢愧无措 怒羞得满脸通红了 蛇妖最后成功被制服 不过三兄弟却因此 中毒死亡 为了答谢三人的恩德 百姓从此就既是 法祖真君三兄弟 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 黑面的张弓 红面的肖弓 以及额头留下刀疤的红弓啦 黄师傅说啊 蛇妖被降伏之后 就变成了法祖宫身边的护法 据说法祖宫手上的蛇 其实是用于驱邪的法锁 称为蛇头边 如今妙语的法祖宫神像 一般都是一手持剑 一手握着蛇呢 还有还有啊 法祖宫可是有监察神 还有旅途之神的神功类 除了代表天地监察民众之外呢 惩罚恶人 还有缉拿邪魔之外呢 手中的绕蛇 还有监风寓意着顺风的意思了 那人们就认为啊 这具有护佑旅途之一 因此呢 许多闽南游子呢 往往在旅行之前 都会祭拜华祖宫的喔 其实这可以看到呢 其实后面呢 就是像有像刚好我们所说的 法祖宫三个兄弟的神像 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张 萧宏圣宫 可是据我所知呢 其实张宫就是最大的嘛 大师兄 那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萧宫在中间呢 萧宫是主神耶 在这里 因为这个萧宫他是第一位来这边办事 所以我们叫为他为主 就是像刚才你说的 一开始这个是平地的时候 是萧宫先来到这个地方 来这边这边的地方 所以我们叫给他为主 所以那二师兄是这边的主神 对 其实说到这个呢 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特点呢 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可是一注意到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那其实法祖宫本身的这个金身 我们看到呢 都是要拿剑跟蛇嘛 对 可是你们这边的这个法祖宫呢 是拿着一本书 笔跟诗 还有毛笔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以前我们要 起这个庙的时候 他就叫我们这个金身 特别做 就是拿一个笔一本书 也是他自己的指示 所以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问题 他也没有跟我们讲 他要指示什么 我们也是问了 他也没有说 可能是为人名服务 对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有在记载这些东西 对 意识这样子 不错 而且侯华师傅我想问你一个东西 好 因为有传说 那个画族宫的神像对不对 对 因为你在摆在神庙的时候 香火很旺 对 然后呢 轩轩下轩轩下 那个湖水会长很长的 长很长 这是真的吗 这是香火旺的时候 有神灵它就会藏下来 今天非常感谢黄师傅 过我们说这么多有趣的 这个画族宫的故事 谢谢黄师傅 谢谢黄师傅 谢谢天赋公 好 好 分享 中文字幕说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